你到底要干什么 顶替了我的大学名额 抢走我的爸爸 你现在还要抢走我的孩子吗 现在 我是孩子的妈 未来也会是她的妻子 你想用我的孩子 当上位工区 你抢了我那么多的风头 你就当是帮我 都还给我了 你 救命啊 我的肚子 肚子好痛 难道还有一个 弄脏了我的地盘 救救我 从今天开始 单纯的四孝天已经死了 春桂林的事 定金圣迹深浊雅 刘英雪 你让我受的痛苦 我要你加倍奉还 少爷 你要找的人 找到了 我回来了 亲爱的 这也就不懂 为什么回来以后的她 跟那天晚上越来越不一样 好像完全就是两个人 我今晚加班 萌萌生病了 什么 马上回来了 没想到你这个小东西 还是有点用的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你再我听话 我就给你扔出去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啊 你家大人呢 你肯定吓坏了吧 阿姨给你一颗糖 小朋友 阿姨送你回家好不好 妈妈 爸爸 谢谢你帮我照顾女儿 不客气 她很可爱 是她 香味很熟悉 小姐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你都是有孩子的人 应该对家庭忠诚啊 怎么用这种 俗乱的方式大善呢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设计稿了 是画家 周小小姐 您的风格 跟国外的某位 一模一样 你在国外虽然很有名 但是回到国内 就有国内的规矩 年薪一百万 但是你以后的画稿 不能数自己的名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的画稿 只能数我的名字 你是打工赚钱的 但钱对于我来说 不是问题 原来柳小姐 是要找枪手啊 看来 我是来错地方了 我只不过是看你的画稿 跟我之前的风格 有点像 我用你的画稿 是给你面子 别不识抬句 该不会柳小姐之前 也是用别人的画稿吧 想用我的画 你不配 她身上的味道 和那天晚上的女人好香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三番两次来纠缠我 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 还没有人敢打过我 你叫什么名字 在我们公司做什么 好你有不要脸的 敢勾引我男人 喜欢我的味道是不是 那就 那就打给我 过来 你香水味太浓了 胡说 人家是体香啊 亲爱的 明天有个拍卖会 你陪我一起去吧 不去 我听说 有福爷爷喜欢的画家 卓雅的话 我想拍下来送给爷爷 你说好不好 卓雅 卓雅 就国外的一个画家 不知道多大年纪 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好呀 爷爷喜欢 那就去吧 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知道 谁才是货真价实的力 我的裙子 你个小兔崽子 刚刚换的裙子 你看我今天都打死你 你怎么当妈的 怎么能打孩子呢 少管闲事 不然我连你一起的 嗯 他把我裙子弄坏了 我这个是限量版的呀 我一会儿怎么去拍卖会 裙子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都是他弄的 不是我的问题 跟你说啊 这孩子虽然小 但心机很重 骨子里就透着杯剑 骨子里带着谁的 你的还是我的 我不是这意思 行了 去清洗清洗 拍卖会要开始 你陪我去 我不想你跟他待在一起 妈妈 小朋友 我很喜欢你 但是妈妈不可以乱叫哦 小孩子不懂事 给你添麻烦了 没关系 孩子不懂事 家长多关心就好 刚安一再见 拜拜 拜拜 你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他 你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 你是不是变心了 莫名其妙 萌萌 你爸爸不要我们俩了 咱娘俩一起死了 够了 你要不是生了萌萌 你早就被赶出丽家了 还容得你借着丽太太的身份 胡作非为 可是为你们丽家留了后 我们又无功劳 又苦劳 刘英雪 我警告你 再不知好歹 我不介意给萌萌换个妈妈 这就是今晚的压轴拍片 由艺术家卓雅女士捐赠的 巨星画作 起拍价六百万 好 丽少出嫁七百万 刘英雪 七百万一次 七百万两次 还生了孩子 那我的孩子呢 你把我的孩子弄哪去了 妈妈 小朋友 你为什么老叫我妈妈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女人 我喜欢你当我的妈妈 一千万 一千万 丽夫人出嫁一千万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两千万 卓雅女士出嫁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两千万两次 我过来 两千万三次 成交 你什么意思啊 抢我的话 嫁高者得 你不会是出不起两千万吗 我可是厉害 我怎么会出不起 那你为什么不接着拍呢 你管我 这就是我的话 卓小姐既然不是诚心出售 何必挂出来拍卖呢 这话是我的 我想怎么处理 自然怎么处理 如果想要的话 你可以求我 卓雅小姐 我爷爷是真的很喜欢你的话 求字幕吧 也不是不行 除非 你让他跪下来 跟我磕头道歉 啊 他简直欺人太甚 我可是厉害的啊 李先生 话 要还是不要 全凭你一句话 卓小姐的要求 我着实有点过分 他毕竟该怎么说 也是我孩子的话 偷你玩的 明天 带着钱来找我吧 我把话给你 李先生 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卓小姐 是找我来拿画 还是拿点别的东西 李先生在胡说什么 不过一幅画而已 没必要 让我单独上门 我以为你是有其他事情想和我一起做 李先生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我以为 我花两千万买下你的画 至少能换一次 跟你共进晚餐 两千万是画的价格 共进晚餐 是另一个价格 其实 我一直想问 我们是不是见过 这个问题 李先生问过很多次了 没有 真的 其实我跟萌萌的妈妈 是意外在一起的 但从她回来以后 我总觉得她换了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是我感觉的问题 但直到我遇见了她 我又一次闻到那种熟悉的味道 还有那种心跳 李先生真会为自己的花心找借口 你觉得那个香味很特别 是因为它是一个小众牌子的香水 之前流行过一阵子 你觉得对它感觉不对 可能是因为李先生 本来就是一个始乱终气 贪图新鲜罢了 既然 话已经拿到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那我送送你吧 秦少 抱歉 我 走 快出我家 打扰了 救命啊 柳依旭 能造成的痛苦 我一定要让你百倍千倍地还回来 这是我新买的项链 帮我戴下 阿寒 现在还白天呢 我们先上楼好了 阿寒 咱俩在一起五年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碰我呀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当然记得了 我那天穿的还是一条红裙子 不不不对 是白裙子 对 是白的 我是说 我记得你脖子上 当时有块红色的印记 你太极去吗 你太极去哪了 转过来 把衣服脱了 我嫌难看 用衣美做掉了呀 什么时候的事 你老不在家 我有什么变化 你哪知道啊 人家跟你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 就给你生了孩子 可是从那之后 你就对我不问古问 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好了 不哭了 说我错了 以后会都关心你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你都不知道外边怎么说我 他会说我靠孩子上位的 这档考不限额度 想买什么 去买吧 爸爸你要跟妈妈结婚吗 哎呀 怎么了 萌萌不愿意吗 我不喜欢那个妈妈 我能自己选妈妈吗 萌萌 妈妈怀胎时月生你 好辛苦的 可是我喜欢那天 给我躺的那个阿姨 当我的妈妈 那萌萌 去问问那个阿姨 看那个阿姨 愿不愿意当你妈妈 如果阿姨愿意的话 爸爸就试试 好 请问丽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差点阿姨 爸爸有话要跟你说 不是你要说吗 好吧 那天的事对不起 是我鲁莽了 没有关系 丽总应该是被人宠坏了 这样的事应该没少做吧 不是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要先走了 我爸爸想问问你 愿不愿意当我的新妈妈 小孩子别乱说 如果新妈妈同意 你就要追她 这个 我可以解释 不用了 丽总 我何德何能 能入你的法眼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姐 天底下是没有男人了吗 出来勾引别人的老公 刚才丽先生说要追我 我现在同意了 贱人 你胡说什么呢 啊 林云雀 别胡闹 听说丽先生对外是单身带娃 没有公开你 想必有什么原因吧 不知道柳小姐 你清楚吗 你胡说 我们俩孩子都有啊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啊 甚至连恋爱都不送 不过没关系 我听说现在这种关系很多 叫做一厢情愿的爱情 看来这顿饭我是吃不了了 丽先生 我们下次再约吧 我送你 啊 好 这边停吧 还没到吧 不用了 我在这边下就好 丽小姐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难道丽先生看不出来吗 丽先生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可惜我不是一个 喜欢做小三的女 如果丽先生真的喜欢我 应该处理好再来找我 三 柳小姐 我还以为是什么流氓呢 吓得我差点报警 你才敢遇见流氓 才敢把火烧死你 作恶多端一定会遭受报应 还以为柳小姐 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瑕疵报复 没想到你用的手段 也太低级了吧 我警告你 离水寒远一点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早晚会成为丽家少奶 到时候我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 你算什么 连当初我亲姐姐 你亲姐姐怎么了 卓雅 你要知道 抢我的男人 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出来吧 我不是说过不要带安安来了吗 妈妈 我想你 是我让爸爸带我回来的 什么爸爸 他不是你爸爸 你不要这样乱喊 是我让他这样叫我的 卓雅 如果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这么晚 你看我 很不愿意 我 有不愿意 你说